大家好,我是DJ阿周 今天這支影片,我猶豫了很久 到底要不要PO到網路上 那猶豫了 最後還是決定把它PO上去 這是我在前些時候到長沙去旅遊的時候 叫了車子 用手機叫車之後呢 上車之後再跟這個車子的司機閒聊 這位大哥啊 就告訴我們到長沙旅遊啊 有些人到那邊不知道的東西 那接下來就請各位自己去體會 這個司機講的是真的還是假的 不過它是蠻風趣的 那邊登山路嘛 登山路上去那條路嘛 對對對,那邊下面都有 那邊的東西比較好 因為為什麼呢 它那邊有武南四大,中南大學,福南大學 都在那邊吃東西的 它是個肚子吃壞了,要找你的 是 所以說那邊的東西比較OK就對了 你這邊也好得多 你好像對虎仪館 這邊的東西曾經吃壞肚子過的樣子 是的,沒錯 我也不吃辣的辣 我就吃了辣的辣,直接加你一波 是 哦,你不吃辣就對了 不吃辣,它這個辣辣吃的時候太不新鮮了 是 因為你旁邊吃一點肥辣也可以 你如果不跟他說的話 給你花辣了 你吃了嗎 你第二天晚上肚子就不行了 哦,晚上肚子就痛了 結果拉出來,屁股那邊就辣辣的對不對 一個有痛 屁股也痛 屁股也痛 屁股也痛對不對 如果賣鑑板鴨的全部早上裡 我剛剛說 薑鴨,薑板鴨,薑板鴨 它那個活鴨,死鴨,溫鴨都不知道 它法界要賣給你們的 定死鴨那種就對了 那死的鴨子也不知道了 哦,就是它製作的鴨子到底好的,壞的都不知道 哪一個知道 只是本人知道 沒死也沒辦法做 真的本人知道的 我跟他說的一想法 我們那個都是咬不咬的鴨子吃 就是去賣那個活鴨 活鴨,自己回來做 叫做斬雕,殺雕 有啦,我有看你們在市場都有 那個賣那個鴨子啊,雞啊那些都有 對 我有跑到那個什麼市場 我們去那個 就在五一廣廠那個後頭 前面那邊有個市場 就是五一廣廠 吉祥如意市場 當地小區的市場 這個市場算一般般 一般般 不是大一點點大 經濟地我們要買拿的 牢刀河 牢刀河那個市場裡面就太大了 老大河啊 牢,牢水的牢,牢油的牢 哦 牢啊 牢東西了,牢刀河 牢刀河 是的,那裡那個市場就大了 海鮮,什麼海鮮都有賣 水果哪裡買便宜 有規法拍照 水果大,批發大市場 在哪邊 那個陽光大道 陽光大道 高鐵山,你到高鐵山直接 向高架過去 兩個年路就到了 真的是太晚認識你 你到行到一下就知道了 好 牢刀河那個 那個牢刀河 那個牢刀水果批發大市場 你到一下,沒這個年路 但是他零賣賣嗎 不賣嗎 賣哪一個不零賣了 有 昨天我們去一個那個 什麼食材批發的 根本零售都不賣 你現在到那個 热士城旁邊 那個洪青水果批發市場 等你都可以賣 是啊 人類其實說賣 其實比那個金箱買的話 要貴一點 是是是 這邊補充說明一點 那個司機大哥提到的 降板壓 請各位自己去判斷 他說的是對還是錯 我覺得大陸的食品安全 目前是做得很好 那個病死壓之類 應該是不可能拿去拿 拿來做這些降板壓 好的影片就介紹到這裡 希望你會喜歡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請記得幫我訂閱我的頻道 有你的支持 有你的訂閱 以及有你的分享我的影片 我才有繼續拍片的動力 我們下次影片見 謝謝 謝謝 請贏 按一下 封聚 按一下 別的